本地疫情进入第三波,本地确诊数字与日区增,近日更出现连续6日过百宗新增确诊,数字旅创新高,当中更有不少不明感染源头个案,社会恐慌情绪也自然有所增加,限聚令收紧至两个人。 加上全日禁堂食,企业营商环境也自然愈发困难。即使政府早前推出保就业计划,透过向雇主提供有时限的财政支援,协助他们支付员工的薪金,以保留可能会被遣散的雇员。 奈何企业裁员情况未见停止,疫情持续,经济放缓,加上失业率上升,买家入市心态自然会转为审慎,对整体楼市自然会带来一定的压力。 无可否认目前失业率情况,已经比起2009年的金融海啸更为严峻。 当时失业率达5.5%,亦距离2003年SARS试约期间不算太远。 17年前的SARS,当时失业率曾升至8.5%的高位。 不过大家也需留意,在目前的高失业率情况下,同时间最新实质按揭利率,却比对于2009年金融海啸,以至2003年的SARS时期还要低。 尽管期间的银行最优惠利率P,仍处于约5厘的水平。 不过最新的新造旺揭利率,九成以上买家均选择以银行同业策息H计算。 以最新一个同业策息低建0.25厘计算。 最新实质按揭利率只有约1.7厘的水平。 比对于2009年金融海啸期间,按当时金管局的数字,超越一半业主营选择以P作按揭利率,以当时约P减2.25厘计算。 实质按揭利率高达2.75厘。 至于2003年SARS时期,当时同业策息计价的按揭仪未普及。 加上当时按揭利率是P减2的水平,实质按息高建3厘。 事实上,在过去一段时间的低息环境下,即使过去半年整体失业率持续上升。 但期间整体住宅楼价表现一直硬正。 按差响物业股价处最新公布私人住宅楼价指数。 最新楼价指数报384.8。 较去年同期指示按年轻微回落322. 相信在息口持续低企下,业主持货成本相对较低。 自然不用大幅减价求售。 目前二手市场以价幅度仍然有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